親愛的兄弟姐妹 在天主聖賢的光照下 我們一系列關於老年人的要理講授 現在以8月份 慶祝聖母蒙照升天節的反思作結 聖母蒙照升天 祂的肉身和靈魂進入天國 與祂的兒子耶穌基督的復活有密切關係 同時與我們在末日 肉身復活的承諾息息相關 主耶穌復活後 是門徒門顯現祂受難與死亡的標記 主耶穌啓示了 在來世時 我們肉身的獨特身份 我們的記憶 經歷和個人歷史 將會以另一種形式 繼續與永生的上主同在 我們的上主 以喜樂和圓滿的形象 來描繪復活的生命 因為我們 以及我們的世界將重生 我們在地上佈下的種子 將結出永恆的果實 因此 我們稱之為老年的人生季節 是一個特權的時期 在因信仰而生的智慧中成長 透過上主的眼睛 以正確的視覺看待我們的人生 並滿懷喜樂感 期待在天國的榮耀中 以及聖母與諸聖的共融中 滿存我們的盼望 現在 教宗以意大利語向我們之後 治都認識 你的福音中 做生意大利朋友 特别是来自马尔他、新加坡和美国的团体。 我以主耶稣基督之名, 赐给你和你们的家人喜乐与平安。 天主保佑你们。 文一的就是严重的联系来自我的天后一半。 200